一群混混正在欺负退役特种兵 本以为有武器加上人多就胜券在握 只量男人只用了一秒就将手枪打卸八块 随后拿起桌子上的卫生纸放进了水杯 一个超级武器就此诞生 三下五除二就将这一群混混打得亲妈都不认识 男人名叫阿兵 在不久前阿兵奉命保卫朝鲜的一间工厂 工厂中正在制作假钞 除了五角大楼外 其他任何国家的验钞仪器他都可以骗过 而这也引起了黑白两刀的眼红 就在这时工厂内传来了枪声 阿兵马上就要带手下冲进去 却没有想到被上机阻止 让他们原地等待 可现在情况紧急 他只能违抗命令带着兄弟们提前行动 当他带人冲进了工厂后 所有人都已经被恐怖分子控制 就在双方十枪对峙时 上司汉斯走了出来 你小子竟敢违抗命令 汉斯立刻绑架了他的妻子 无奈之下 阿兵只能命令兄弟们放下枪 恐怖分子却趁机丢出了一颗爆米花 随后对所有人展开了血腥的狐杀 阿兵的妻子也惨遭毒手 上司念在多年的勤奋决定放他一马 殊不知 他的这一次手软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随着印刷板的丢失 朝鲜的高层如坐针毡 如果这样的机密被外界知道 那么势必会引发战争 经过一番调查得知 狡猾的汉斯带着钢板逃到了韩国 唯一幸存者阿兵也被朝鲜高层华裔 为了洗脱嫌疑 高层让他戴罪立功 一周后组织的高层会到韩国进行三天的会谈 到时候会以逮捕杀人犯的名义 请求韩国联合抓捕汉斯 韩国方面却敏锐地察觉 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特意委派刑警老金协助调查 实际上是为了监视阿兵 看到阿兵的第一眼 老金说这家伙也太帅了 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老金不断地寻找机会套话 双方心怀鬼胎 阿兵跟他可耗不起 组织的高层只给了他三天的时间 弯不成任务就要同罪论处 趁着老金不注意 阿兵抓住机会就把老金靠了起来 还查看了老金的聊天记录 得知了汉斯手下卷毛的位置后 他决定单独寻找凶手 按照地址 阿兵找到了卷毛走失的窝点 他上前一把控制住卷毛 没想到卷毛假装求饶 实则掏出武器就是一枪 好在阿兵反应迅速 关键时刻老金赶过来拉响了警笛 卷毛这才逃离了现场 老金的失职被组长一段臭码 随后让他看好阿兵 不要再惹什么乱子 气得老金只好跟阿兵靠在了一起 还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花痴的小姨子见到帅哥瞬间被迷住 趁阿兵洗澡的空档 老金还不忘给他装监听器 但在顶级特工面前 这一些都是小儿科 随后阿兵跟组织通了个电话 组织命令他必须48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如果迫不得已 那就必须要毁掉印钞铜板 另一边 汉斯已经找到了买家 但对方必须要亲眼看到印刷出来的钞票 并且还要通过检验才行 可汉斯的时间却不多了 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 两天的时间准备好专家跟设备 到时候汉斯带上铜板再来交易 此时阿兵跟老金的调查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他们通过对卷芒的监控 找到了曾经跟他交易过的团伙 可就在问话的时候 老金的枪却被人从背后顺走 阿兵见状二话不说就走了过去 混混头目一脸嚣张 你什么实力啊 就赶来我的地盘找人 可下一秒他却杀眼了 手枪瞬间变成了废铁 面对一群手持武器的小混混 阿兵丝毫不畏惧 他拿起一旁的卫生纸放进了杯子里 然后倒掉了里面的水 一个简单的武器就制作而成 老金看的那是目瞪口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卫生纸竟然有如此的杀伤力 看来以后上厕所不能浪费了 这也让他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根据跟混混身上的线索 他们终于找到了卷毛的位置 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目标地点 仗着阿兵诚妖 老金也是嚣张了许多 可他转头一看却傻眼了 阿兵早已没了踪迹 这下BBQ了 等等 是卫生纸 哈哈你们完蛋了 布鲁兰以为自己会像阿兵一样大杀四方 结果却很尴尬 卫生纸到了他的手上 就真的只是卫生纸而已 另一边的阿兵之所以会突然消失 是因为他在窗口看见了腿毛 他正在和汉斯的护卫见面 可当阿兵赶到现场时 卷毛早已被灭了口 随后 护卫把电话给了阿兵 汉斯对着他一顿嘲讽 阿兵一句话都没有说 直接跟护卫开始单挑 面对同样出身于特种部队的护卫 阿兵明显不是对手 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 幸亏警察及时赶到 听到警帝的护卫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警察在卷毛的身上发现了甲超的模板 也得知了潮血汉斯的真正目的 第二天 小姨子给男神阿兵做了丰盛的早餐 就在吃饭的空档 老金发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反监挺 现在老金对着阿兵就是一顿发现 可此时的阿兵真的很需要老金的帮助 便直接跟他坦白了一切 原来这一次阿兵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他可以放弃印刷铜板 但绝对不能放过汉斯 否则对不起死去的妻子和战友 得知这一切后 老金也十分的理解他的苦衷 索性就违反一次上级的命令 将汉斯的行踪告诉了阿兵 阿兵知道这将是一场恶战 他便让老金原地等候 自己独自踏上了复仇之路 另一边买家竟然坐地砍架 本以为汉斯会急于出手 殊不知汉斯根本就不想灌着他那臭毛病 现在设备跟技术都有了 自己拿着铜板印钳不香啊 还让你用钱来买 此后让手下带着铜板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阿兵突然从楼上一跃而下 撞开了大楼的玻璃 邪及跟汉斯的手下展开了枪阵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老金竟然也跟了上来 但此时的汉斯不想过多纠缠 丢下了一根爆米花后迅速撤离 老金的上级也打来了电话 命令老金必须要拿到铜板 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阿兵 他们追到了一座桥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追逐站 阿兵一脚踹向了损坏的车门 然后探出身子一枪打爆了汉斯的轮胎 车子瞬间失控撞到了栏杆上 汉斯慢慢爬了起来 他知道这一次肯定跑不了了 可就在阿兵扣动搬机时 身后的老金一把将他拦住 当他再次转身 汉斯已经逃走 愤怒的阿兵枪指向了老金 但他下不去手 然后说出了一件让他痛不欲生的事 妻子死的时候已经怀着他的孩子 听到这里老金也是沉默了 随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捡起了地上的铜板交给了阿兵 希望他能够利用铜板再次找到汉斯 因为他知道这是阿兵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本以为这件事情会到此为止 却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晚上 老金就接到了汉斯的电话 他的妻子和女儿全部被绑架 小傲保住他们的姓名 必须拿铜板交换 为了妻女的安危老金只能再次联系阿兵 希望他能够带着铜板救自己的妻女 可此时的铜板已经交给了组织 为了报答老金的恩情 他找到了上级说明情况 让他意外的是 上级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另一边老金赶到了现场 并且再次见到了妻女 他们的身边还绑着一个定时炸弹 此时一旁的对讲机响起 汉斯询问他铜板的下落 可他现在根本没有 就在这危机时刻一声枪响传来 一名狙击手瞬间倒地 随后老兵又干掉了两名狙击手 然后告诉汉斯放了老金一家 他就交出铜板 还告诉了他们其中两块铜板的位置 汉斯为了铜板只能答应 当老金他们逃走后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子弹打完后 阿兵再次遇到了护卫 但这一次阿兵仿佛有能量加持 发挥出了全部的实力 几下就将护卫干翻在地 就在这时拿到铜板的汉斯再次出现 毫不犹豫的对着他们开枪 随后带上铜板扬长而去 阿兵也不幸的中了一枪 这时的老金再次打了回来 在他的掩护下 阿兵很快就追上了汉斯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但阿兵有伤在身 根本就不是汉斯的对手 黑暗在地上一顿暴动 就在汉斯拔枪要干掉阿兵时 老金及时赶到将他救下 本以为已经得手 却没有想到又被汉斯偷袭 危机时刻阿兵捡起枪 干掉了汉斯 伤和累累的二人靠在了一起 阿兵让老金拿走铜板立功 但老金知道如果铜板他拿走 阿兵肯定会被处分 可大仇得报的阿兵早已不在乎这一些 最终老金毅然决然地 把铜板丢到了河里 警察也赶到现场将二人救下 一年后 升职加薪的老金被派遣到朝鲜执行任务 没有想到协助他的人 竟然是老朋友阿兵 二人将再次合作 好啦电影共助一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